佩蓮佩蓮 你覺得人間是一條康莊大道 還是鄉野小徑 我覺得人間是有許多條千末小路 所匯集成的康莊大道 打從我們姑姑墜地那刻 家庭就成為了我們生在人間的第一個系 在後來的少年時期 總有在迷途裡徬徨的時刻 受打擊後千瘡百孔的心等著陽光照入 隨著時光推移 當我們步入職場 才發現原來社會的運作 不光是依靠市農工商 一魚一腳也有許多 包括在百公裡的小人物 而最後歷經人生百態才明白 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不會是一道是非題 原來對跟錯不足以定義人生 各位評審老師還有參賽選手 跟幕後的工作人員還有思義姐姐 大家好 我是明倫高中第55屆青年社社長陳佑寧 我是副社楊佩蓮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第54期刊物 人間簽默 公民思義這本校刊就是以 人為核心 人生就像是散落一地的拼圖 而在旅途中會發現許多0033的碎片 但我們把它拾起後拼湊出專屬於我們的人生 我們也把這本校刊分為四個部分 分別是迷途 白宮 戲和退 迷途 世界這麼大 在人生的旅途中難免會深陷茫然 也很容易步入歧途 倘若旁人能夠伸出援手 讓他們的深淵裡出現一點光芒 使他們重新拾起希望 讓分崩離析的靈魂遺留在過去 也讓他們知道這個世界除了醜陋的一面 也還是有美好的風景 不管黑夜有多長 白天總會到來 如果你正在黑暗中摸索 看不清前行的路途 也不要輕易放棄 因為太陽總會升起 天總會亮 最終等待你的將會是康莊大道 白宮 職業不分貴賤 各行各業在世上都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地球上的任何一個角落 總有許多日以繼夜奮力工作的人們 默默為地球的進步 付出辛勞與汗水 也為了生活努力打拼 所以我們應對他們至上最高的敬意 戲 人生在世日常生活跟人際關係 總是密不可分 歲月的旅途中 總會遇到許多新奇的人 事 物 不期而至的或者是精心安排的 如期而至的又或是姍姍來遲的 走著走著會發現 偏見而行的人不知換了多少回 走著走著流連在花叢間的人們 不知何時會回到身邊 或許和某些人最好的結局就是 遙無陰性 但若能施而復得 那也再好不過 退 其實很多事情只需要後退一步 換個位置 換個角度 便能夠豁然開朗 世界上其實 那個 那個是非對錯 就是沒有一定的是存在的 只要換位思考 就能夠讓對方理解 自己的想法在想什麼 世界上或許沒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但是換位思考 能夠讓人學會理解 從而讓生活變得更加寬容 人間宛如迢迢 千末小路 虛有光有影 有情有雨 是啊 人生百態 永無止境 或許會漂泊在大海 亦或是迷失於星際 那些未曾看見的 淨留在人間千末的自理行間 謝謝大家 我們是明倫高中第55屆青年社